大家好,今天我要邀请你参加一场很奇特的比赛 我们要来看看什么东西会更快抵达大脑 是声波,气味分子还是光呢? 跟我的朋友Emma打个招呼吧 她同意来帮我们进行这个实验哦 我们的第一位选手是从Emma的咖啡杯反射出来的一束光 哇,速度真快呢 光线接触到Emma的眼睛在穿过某种湿湿的东西 哎,那是一层薄薄的眼泪啦 它覆盖着角膜,也就是眼睛的表面部分 角膜呢,是个很惊人的玩意儿 它是身体唯一没有血液供应的部位 当氧气被溶解在眼泪中以后 角膜就能够直接从空气得到这种气体了 但我们可别在这里逗留太久 否则的话,进度就要落后咯 角膜就像一扇干净透明的窗 它能够聚焦光线并且让光进入眼睛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束光必须再穿过一层厚一点的水分结构 而不是进入瞳孔 啊,我知道了 这就是所谓的防水 不是那种防水啦 它是充满在角膜和金状体中间空间的液体 能够让角膜保持住形状 光线没过多久就会穿过这层液体障碍 它即将进入瞳孔 这是Emma那浅褐色红膜中间的深色圆圈 瞳孔呢,可以改变大小 来控制要更深入眼睛的光线量 现在的瞳孔正在缩小 而且发生得太快了 哦,还好那束光够快 穿过瞳孔之后便马上进入了透明的金状体 金状体的运作原理跟相机的镜头差不多 Emma看较远的物体的时候它会变平 而当她需要看近的东西的时候则会变厚 当光束进入眼睛中心后 会立刻进入到另外一个水分结构中 那就是玻璃体 呃,所以它是玻璃心嘛 这种无色的液体 充满于金状体和视网膜之间的空间 还好有了它 眼睛才能够保持圆球形状 光线穿过这最后一道障碍物后 就会抵达最终的目的地 视网膜了 它内衬在眼球后臂 运作原理呢,就像电影荧幕一样 可以让光线投射在其表面 哎呀,我们的光突然转了180度呢 这是因为投射在视网膜上的图像 都是上下颠倒的 视网膜里面有数以百万计的感光受体 现在它们正在把内道光束转化为电话学信号 它会以惊人的速度 透过视神经往视觉中心前进 就在这里靠近大脑的后方 你看,大脑马上就把之前的内道光转换成图像了 而Emma就看她的咖啡杯了 哇,真快啊 但在我们下定论或决定冠军是谁之前 还要来看看另外两名选手的表现哦 Emma的猫咪在厨房喵喵叫 一开始这只不过是声哺而已 它进到Emma的外耳 并且进入了一个蛮狭窄的通道 耳道 诶,小心点 别那么快哦 哎呦,那是耳膜 它几乎成透明状 看起来就像是小小而且被拉长的塑胶片 难怪这道声波没注意而撞上它了 啊,快看 耳膜会震动 并且将声波以震动的形式 传送到更深处的中耳 它必须在这里穿过三个小小的骨头 小骨头会让我们内道从声波变成的震动更加强劲 声波正好遇上了图中的第一个大阻碍 也就是耳瓜 不是瓜牛了 是耳瓜 它位于内耳 看起来就像瓜牛 并且充满着液体 它的上头布满了成千上万个细小的毛细胞 能够感应到那些震动 哎,撑着点啊小家伙 总之呢 当震动进入那只瓜牛以后 就会让液体产生波纹 毛细胞能够感受正在前进的声波 并且加以分析 靠近那只瓜牛比较宽一端的毛细胞 比较能感应到尖锐的声音 像是蚊子发出来的嗡嗡声 而靠近中心的毛细胞 可以侦测到比较低的声音 像是大狗的叫声 突然间 毛细胞将我们的声波 也就是震动 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电讯号 它会透过听觉神经到达大脑 不一会儿 大脑就可以把这个讯号 转成一连串的声音了 这只代表了一件事 Emma,你该喂猫咯 Emma喂完猫咪以后 看见了她的杯子 并且决定来休息一下 她把里面放了有磨好了的 咖啡粉的罐子给打开来 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 这场比赛的最后一个选手 气味分子吧 她漂浮在空气中 被Emma给吸了进去 最后到了她的鼻子里 那里很潮湿 分子几乎无法逃过 被卡在某种粘粘的物质上的命运 啊,那是粘膜 它会吸附细菌 尘埃 还有其他的小颗粒 不然的话 这些东西就会进入我们的肺部 并造成刺激了 就像我一样 我不觉得很会造成刺激吗 哎 现在咱们的气味分子 必须穿过茂密的丛林了 那些是鼻毛 它们会挡住像是花粉 或泥土这种比较大的颗粒 而这一切正发生在我们眼前 有一颗大的泥土颗粒 碰到了几根鼻毛 哎,小心啊 咖啡粉子 你看你多好啊 然后Emma就打了个喷嚏 所有的不速之客 都会以每小时161公里的 惊人速度 从她的鼻子里喷出来 哇 这整个的过程会制造出 大约10万滴的飞沫 好像很有趣 但鼻涕可不太好玩呢 没错了 这是个老笑话 我又用了一次 咱们的分子 奇迹般地成功地留在里面了 现在它开始继续前进 它越过了更细更小的树木 这些就是被称为 鲜毛的超细小毛发 你只能够在显微镜下面看到它们 鲜毛呢 会来回摆动 并将充满颗粒的粘液 往下移到你的喉咙 有点像是摇滚演唱会上面的人群冲浪那样了 只不过呢 你在这里只能够把它咳出去 或者吞下去 呃,好噁哦 但是可别忘了我们的咖啡粉子哦 它进入了一个挺大的房间 跟它本身的体型相比了 那是鼻腔 它的上方分布着一层组织 就是嗅上皮 如果你口齿不清的话 这很难发音呢 嗅觉就是闻东西的意思 嗅觉组织中有特殊的受体 对气味分子特别敏感 它们非常小 而你有超过一千万个 将近四百五十种的嗅觉受体哦 啊,我们的气味分子 碰触到其中的一个受体了 诶,但是等等 为什么没反应呢 每个嗅觉受体都能够被 不同的气味分子给启动 而每个气味分子则可以启动多种受体 但它们需要找到特定的受体 才能够完美结合 看来 我们的咖啡分子需要找到 另外一个受体来继续比赛咯 它找到需要的受体了 我们的分子跟它产生了连结 而其使命就此结束 现在 比赛结果就要看分子结合受体的时候 所产生的电讯号了 这股讯号 以极快的速度沿着嗅觉神经到达了嗅球 然后再到能辨别气味的大脑部位 哈,真美味啊 Emma已经准备好 要喝咖啡啦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比赛结果吧 所有的选手都快如闪电 它们抵达大脑的速度比眨眼还快呢 但其中最慢的一位是气味分子 抱歉了老兄 光线呢 从接触Emma的眼睛开始 到化为他脑中的图像为止 共花了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完成比赛 我觉得 他还要再加把劲啦 而最快抵达Emma大脑的呢 则是声波 声音移动的速度的确比光来的慢 但声波呢 却能造成毛细胞的直接震动 而且它们也不需要启动任何一种受体 因此声波就是赢家咯 没错 最后的赢家是寡牛啊 嘿嘿嘿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哦 谢您的朋友们